各位现场的贵宾还有线上的贵宾大家好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鸿海50年了 50年从制造要换成科技的鸿海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因为分享是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工作 所以在这边我们AI所的历史长这边 准备了很棒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解释一下Next Foreign Next Foreign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Next大家可以看到这Next不太一样 N跟E是大写 T是大写 所以N1代表是一个New Ecosystem 然后T是Technology 所以我们希望Technology能够带来一些New Ecosystem 去Enable和Empower一个New Ecosystem 所以今天尤其AI AI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我相信对大家来讲都非常重要 至少在ChairGPD突然顿悟的那一刹那 好像每个人都懂了一点AI 大家都在谈AI 所以这几年下来好多好多的AI 当然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非常非常的让我们exciting 让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希望 那也有很多很多的发现 像几位教授的一些著作 很多很多新的发现 inspire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希望 很多的hope 所以有reality有hope 当然里面就难免会有hype 那这些hype到底哪一些是hype 哪一些是hope 哪一些是reality 那我们希望能够解密它 所以在今天我们准备很丰富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在这分享的过程里面 我们首先当然开福老师 开福老师是我们研究院的咨询委员 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见面 去聊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开福老师会带来很多的insight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他认为AI 是人类有史以来 非常非常noise的东西 大家可以知道 这东西就是没有AI降噪的关系 如果有AI降噪的技术 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我在怎么吵在怎么闹 它都应该是很安静的输出 OK 好 题外话 那为什么AI是限制 人类有史以来 非常最颠覆性的一个科技革命 那从AI到 开福老师所谓的AI2.0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那大家可以从这边 可以听到开福老师的一些insight 非常非常excited 那后面当然 我们都知道 AI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 对 它consumpt很多resource 然后用了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蔡建飞 蔡老师 蔡教授会告诉我们 怎么办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踏入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应该要有的责任跟义务 那在这个责任跟义务之下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东西 避免我们 让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我们太爱AI了 然后我们用了太多的资源 我们产生太多的一些 一些consumption 所以造成了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解决的 当然AI也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 所以从 凯普老师说的AI2.0 到郑黄教授的AI Plus 到底在讲什么 它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定义 为我们的社会 为我们的世界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reshape了我们的未来 甚至重新define了我们的工作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很高兴 郑黄教授跟古人文研究员 会跟我们分享这些 那当然要拿出诚意 对不对 reality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利永辉教授 就把我们现在研究院里面 最新的研究 排名世界第一的agrin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 然后了解一下 鸿海在做什么 研究院在做什么 当然更重要的是三大平台 我们有三大平台 我们有EV 我们有manufacturing 我们有smart city AI在这些环境里面 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们称它做平台 平台是一个ecosystem 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特别情商 我们集团里面 这三大平台的重要 重要关键人物 刚刚已经介绍两位 还有位待会会到 那会实际上去告诉我们 这三大平台 目前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鸿海在想什么 各位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什么 所以希望今天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 我相信今天的活动 一定会非常非常成功 谢谢大家